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右手 我以前在上海的酒吧 助唱过很多年 那在慢歌的情况下 我的右手套路 其实只有 可能只有两三四种 一下就讲完了 我今天先不细讲 但是我演示一下 其中一种是这样的 比如说 后来 总算学会了 这叫做 五三二三 一三二三 但是把中间一些东西 拿掉变成空拍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可能是 有人不会再重来 有一个男孩 这个是比较轻快的 然后用到了一些 极弦或者叫拍弦 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 更音的切换 其实有点老美那种风格 第三种呢 就是我 昨天前天那个视频的 那种钢琴风格的那种弹奏法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用了很多双音 有点像钢琴 因为钢琴你弹下去的时候 常常不会只弹一个音 不会 你会这样一直 一直弹好几个音 它听起来就会有一种比较 和谐的和弦感 就是比较厚实 那也不会很花 就是我们真实在演出的时候 这个伴奏是为唱歌服务的 而且歌者表演者 是为观众而服务的 他们各有各的忙 有的在聊天 有的在吃饭 他只是帮你当成一个背景 所以不要喧兵夺主 唱歌的表演者 不要喧兵夺主 你的右手也不要喧兵夺主 在说这个话中 我能说一下 不说的 我说是为了 是说是为了 我身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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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体设计